大家好,我是小鹅 水煮鸡蛋这样做,真的实在太好吃了 我家几乎天天吃,开胃下饭,白吃不厌 首先根据家人的数量,准备适量的鸡蛋 一个人最多两颗鸡蛋 先把鸡蛋清洗干净 然后放入锅中 多加一些清水 盖上盖子,大火烧开 水开之后再转中火,煮8分钟 现在准备一头大蒜 大蒜最好用今年的新蒜 新蒜和鸡蛋更搭配,更好吃 先剥成一半一半的 然后放入清水中,浸泡5分钟 5分钟之后我们再来剥皮 这样会更好剥 而且大蒜泡过之后口感会更好 剥皮之后放入蒜柚子中 加入适量的盐 再打成蒜泥 蒜泥尽量倒得碎一些 这样味道会更香 鸡蛋煮好之后 捞出放入冷水中,降下温 降温到不烫手时 我们再来剥皮 选鸡蛋的时候 尽量不要选择老母鸡心下的鸡蛋 鸡蛋越新鲜越不好剥皮 剥的时候非常容易粘掉蛋白 选放得久一些不够新鲜的鸡蛋 煮好之后非常容易剥皮 剥出的鸡蛋非常的光滑 剥好之后放入大碗中 再用一个小刀 在鸡蛋上划上十字花刀 现在开始来调味 加入两勺生抽 小半勺米醋 一大勺小末香油 再加一大勺蒜泥 现在倒成小块,方便食用 鸡蛋这样做 在我们河南老家 几乎是天天吃,家家吃 开胃下饭,比吃红烧肉都要过瘾 因为红烧肉可以吃腻 鸡蛋这样做是百吃不腻 爱吃香菜的,再加上一些香菜增香 搅拌均匀,就可以开吃了 拌面条加馒头,实在是太好吃了 每次都忍不住多吃 喜欢的话就收藏起来吃一下吧